共支持郭台銘 簽名挺台銘 哇塞 你的黑眼圈好重啊 多少偶業看美股來的啊 投資美股有更聰明的方法 利用富邦NASDAQ 00662 新台幣輕鬆買進市值前100大美國科技股 小朋友才做選擇 AI 5G 半導體 電動車全都在NASDAQ 富邦美股零時差 富邦NASDAQ 00662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音響月公開說明書 98新聞台 FM 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花 全球資金其實是在輪動 你說台股這個資金池 內部資金在各類股輪動 各別股票之間輪動 真的很正常 因為畢竟所在台股裡面的資金 就那一套 這個資金一定習慣在股市裡面操作 他就會一直在市場 他比較不會到其他市場去了 比如說聽眾朋友 您的操作如果是在台股裡面的話 那你應該不會把這資金拿去買美股 比較少了 或者是去買港股入股 比較少對不對 除非你發現 好像台股真的就是走空了 沒投資機會了 也許你會把這資金轉去放存款 或者買其他的商品 大概應該來講都還留在台灣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如果是一個國際性資金 那個外資 這些大的投資機構 退休基金 或者是說主權基金 他們在看就不是這樣子 他們在看是全世界的各個市場 那當然會選基期比較低的 所以現在目前第四季 展望明年 到底哪一些市場會漲 我個人倒是覺得 你不妨把你的焦點 放到 全球今年都沒漲的市場 或者基期比較相對低的市場 或者說大家 現在都沒有人在講的 普遍沒有人在看好的 或者一片看壞的 搞不好他就明年的黑馬 說不定是這樣子 但我是說搞不好 會是這樣子 我不是說一定會是這樣子 我也沒有說 我決定要把大筆的資金 往那個市場去投 那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哪裡 對不對 這兩三年已經跌掉爆的 像港股像陸股 但我覺得說你不妨 可以再去花點時間 去觀察這些幾個市場 因為這幾個市場 我發現有一些股票 已經慢慢在上來了 我等一下舉些例子 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說 好像真的有一點在 有一點苗頭了 相對這些漲多的市場 漲多的股票在回檔 回的也非常凶 這就是所謂的基期高低的問題 當股價漲多了 估值高了 這種國際性資金 它自然會賣掉 賺錢落貸 然後資金跑到基期比較低的去炒 就是說來回做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資金 不會是只使用在單一市場 譬如說我只做美股 或者我只做台股 他們的資金是全球跑 譬如說最近 美股的科技股跌得非常凶 也是使得美國四大指數 持續破底 主要原因 因為我們講成也這些科技巨頭 拜有這些科技 所謂的七巨頭 Magnificent Seven 或者有人講七姐妹 或者講什麼戰國七雄 反正就是講這七檔股票 那七檔就是蘋果、微軟、谷歌、Meta 亞馬遜、特斯拉跟NVIDIA 這七大公司 這七大公司的市值 動輒都是在一兆美金上下 甚至蘋果股價最高的時候 曾經市值到過三兆美金了 那這七家公司 全部的市值加起來是非常龐大 但這七家公司 卻在最近兩週 單單兩個禮拜 他們的市值 蒸發掉一兆美金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三十幾兆台幣 等同 台股集中交易場市值跌掉一半 就在兩個禮拜內發生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狀況呢 尤其是最近在公布財報 怎麼會在公布財報的時候 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我個人是解讀 主要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目前的利率來到高檔 5%以上 那看起來 美國聯準會也不會急得要降息 那利率還會維持5%以上的 一段時間的情況之下 這些股票相對都不發股息 所以他的比較他的殖利率就失去了吸引力了 另外呢 就是他那股價也都漲多了 漲多了之後呢 估值高了 自然呢 他就會有這個獲利賣壓 那最主要是這兩個因素 不是說這些公司不好 就這兩個因素 那過去之所以他們股價會漲 從去年10月一路上漲 是因為去年一路大跌到10月 他們股價便宜 積極低了 那當然就一波漲到今年7月也漲完了 正式結束了這一波所謂的 去年一個大空投之後的 這個大波段的 這個回升的一個行情 很多股票都創新高嘛 股價突破去年的 這個歷史的高點 那這個行情漲完了 他自然當然就是估值又修正 就兩個因素嘛 一個因素呢 就是說利率在高檔 而且看起來不准被下降 另外一個因素呢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的 股價漲多了 估值變高了 所以呢 兩個禮拜呢 市值跌掉一兆 也就是還回去而已啦 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他們之所以 未來長期還能看漲 最主要就是他們成長動力 如果呢 他們給這個投資人啊 或投資機構 在成長動力的想像空間 夠大 那我告訴各位 那他當然就可以克服掉 這所謂的高 低值利率 相對高 高高高 這個高 整體宏觀高利率的 這樣的一個挑戰 也就是說他本身是低值率 甚至不配息 但是呢 全體宏觀環境下面的利率 那麼高 那這個挑戰呢 必須要有足夠的成長 想像空間來克服 也就是說我覺得 哇他後面會大成長 所以呢 帶動他的股價會有很大的想像上升的空間 那我才會去捨棄 我剛剛所講的 現在目前眼睛看得到了 而去這個賭未來你的成長方發展方向 可是你從財報看起來啊 有些公司的成長力就沒那麼強嘛 而使得他們的股價就修正 比如說像谷歌 你說啊為什麼 他只有一個 AI 就是谷歌在那 Google Cloud的這個營收不如預期啊 就股價大跌啊 因為 未來這些科技公司最主要的成長就在AI 除了AI有成長以外 還有什麼地方有成長呢 是不是 所以市場就會 非常嚴苛的去看待 他們在AI 這個產業 AI的營收上面 他們的成長力道 微軟就強 所以微軟的股價又漲 你可以看到 谷歌在發布這個財報之後啊 股價呢 隔天啊 他的盤後就 發布之後盤後就已經大跌了 盤後就跌了這個6% 然後呢 發布財報的當天 隔天啊 收盤股價跌了將近10% 那再隔一天 就是昨天 谷歌股價又跌了將近4% 所以連續兩天 谷歌股價已經跌掉了快15%了 哇 谷歌本來一支股價都撐在高檔的哦 他在美國其他科技股裡面 股價算是最穩的哦 那經過財報發布這個利空之後呢 居然呢 他也出現了 連續兩天的重挫 那微軟呢 則是發布出來這個A入 就微軟的雲端啊 他的營收增長動能超出預期啊 達到了26% 那這個數字一發布出來呢 微軟的股價呢 就明顯的走高 但明顯走高 他的動能也 股價上升動能也沒持續啊 這個隔一隔一天就到 呃 禮拜 禮拜四好 禮拜周四的微軟股價也是跌了快4% 等於說把它漲了又把它回吐了 所以可見呢 估值還是受到考驗 即使你有這個成長想像 但是因為股價高了 所以還是會受到這個估值的考驗 就變成這樣狀況 那我統計出來給各位參考 這七大科技股從蘋果 52周的股價高點 就是今年的股價高點 52周的股價高點 蘋果最高是198塊 美元一股 跌到最新的交易166 我們那個尾數 小數點後面我們就把它去掉 它跌幅呢 大概10%左右 微軟股價 這個蘋果股價已經跌到10% 它的本益比現在目前是28倍 那大家都知道標準PRO500指數 現在目前的本益比大概15倍左右 它所以還是經過10%的下跌 它的本益比還是明顯高過標準PRO500指數 全體的本益比 那殖利率是多少呢 殖利率只有0.85% 連1%都不到 市值現在降到2.6兆 原先是3兆市值 所以10%的一個下跌 蘋果的市值少掉了3000多億美金 然後呢 它今年以來還漲多少 它今年以來還漲33% 經過10%下跌 它今年以來還漲33% 所以如果就今年以來來講的話 蘋果可能還貴 因為再怎麼樣賣還是賺錢 對不對 今年以來有買到蘋果的 只要不再過去半年買到蘋果的人 還是有賺錢 那NSFT呢 就是Microsoft 52週高點366 跌到最新交易日327 微軟股價也跌掉10% 那它的本益比還是高達33倍 殖利率呢 是0.91 也是不到1% 市值現在目前是2.44兆 美金呢 我講的都是美金 然後今年以來還漲了36.8% 將近37% 谷歌 52週高點141美金 跌到呢 最新交易日122 谷歌跌掉13% 它的本益比24倍 在所有建壓股裡面 它本益比是最低的 沒有發股息 所以它沒有殖利率 那它的市值呢 現在目前是1.55兆美元 今年以來還漲了37% 另外亞馬遜 Meta Meta 52週高點330美元 跌到288 Meta波段跌了 這個從高點下跌了12% 那它現在目前的本益比是34倍 也沒發股息 那市值是7419億美金 那今年以來漲還漲131% 1.3倍 那你說Meta現在便宜還貴 對不對 還有呢 接下來是 那個 Amazon 特斯拉跟輝達 這三家公司呢 我們等一下 下一段節目回來 再告訴各位 他們52週高點 到現在目前的股價的表現 整體而言 大概都跌到10%上下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前面現場 愛客談小鳥包 OK 好 那各位聽友 觀眾朋友 你們怎麼看呢 現在目前的美股台股 你們覺得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呢 要不要在留言板上 說說你們的看法呢 對這些七大科技股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呢 有人去空歐元啊 還是溫州 等一下 剛剛那個什麼 空歐元 空歐元 歐元因為就看好美金嘛 對對對對對的做 回答 陶海人大海 說問我是價值派 成長派 動能派 技術派 我是不分派 反正哪一派我都喜歡 就是 我覺得我沒有 比較不會去界定 我自己要用什麼策略 來做投資了 比較是 都參考的 生技股最近蠻強的 我覺得看起來 科技股的動能 有跑到生技股上面去 一部分啊 最主要我覺得跟那個 生技股的機器比較低 還有就是相對 可能選舉快到了 有關係啊 媒體派啊 也不算媒體派 大家自己是什麼派嗎 你就說說看你是什麼派嗎 媒體派是什麼派 對嘛媒體派是什麼派 我們小編說什麼是媒體派 沒聽過 好啊 媒體派是什麼走向 先給個定義 先給個定義 媒體派到底是什麼派 就是胡說八道派嗎 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老大哥口袋比較深 有些是放在價值派 有些放在技術派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我錢 你才能夠全面縱觀 我錢 我錢都賠光了 我都賠光了 我都賠光了 呵呵呵 你的基金就算價值派吧 我剛剛還跟我們小編講說 我的定時定額基因 最近哇 那個鏡子跌了好多 我不曉得大家是不是也是一樣 哼哼哼 套勞派 呵呵呵 UJ是套勞派嗎 買股票哪有不套勞的 Jerry是蘋果派 哈哈 小編說買股票哪有不套勞的 所以套勞派 我們也是同命相連啊 哈哈哈哈 大家都套過 好 大家都套過 好 回來了 哼哼 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 98 98新闻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毋庸置疑的 我們剛剛講這七家公司 都是全世界未來 最有競爭力 而且是最壟斷 然後成長性最看好的公司 你說微軟不看好 那看好什麼呢 你說蘋果不看好 看好什麼呢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他們的未來性 不值得懷疑啦 也不需要去懷疑它 只不過就是說 股價當然會有高低的問題嘛 會有估值高低的問題 這就另外一回事了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四家公司了 對不對 本益比都非常高哦 都是動輒 二三十倍以上的本益比 甚至三十幾倍的本益比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 那我們看這個Amazon Amazon52週股價高點是145美元 跌到了 在最新一個交易是119塊 Amazon股價跌比較多 跌了18% 那當然因為 他的財報發布之後盤後漲5% 所以我覺得他多少可以平反一點 就是今天晚上 那Amazon的本益比也非常高 Amazon本益比高達95倍 所以這個股價跌多 也可能跟本益比有關係 此外他也不發股息 所以沒有殖利率 另外他市值是1.23兆美元 那今年漲幅是39% 特斯拉52週高點 將近300塊美金 299 跌到最近是205 然後呢 他的跌幅最高31% 他的本益比也相對高 66倍的本益比 特斯拉 那也不發股息了 那市值現在目前跌到了 6447億美金 那今年以來 特斯拉股價還漲了90%之多 那最後就是輝達 輝達52週股價 大家都知道 高點在502 跌到了最新一個交易 跌到403 所以輝達股價 大概回到10% 回跌10% 輝達的本益比多高呢 97倍 97倍的本益比 輝達有發股息 一點點的 0.04%的股息殖利率 那市值呢 輝達是9960億美金 今年以來還漲了181% 這是所謂的其他科技股 今年以來沒有一檔跌 最少的漲幅也都在三成以上 甚至一倍 超過一倍 接近兩倍的漲幅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儘管他們已經消失了 一兆市值了 那你就 我講一兆美金 這樣市值了 那你說他們後面的股價 動能還有多強呢 只要連準會鮑娥一直維持5%以上的利率 除非他們後面的成長性 非常的誘人 就是成長性足以掩蓋了 他們沒有發股息 甚或呢 現在利息這麼高的一個情況下 放定存的5%了 這樣的一個宏觀環境下 你才會去買他們的股票 不然現實一點層面想 你可能就會想說 我再看看嘛 對不對 看看你跌到什麼程度 我再去買嘛 就是回到現實面考量是這樣 那你說 為什麼他們從去年10月一路 可以漲到今年7月底 那今年7月底 我覺得他們的股價上漲 最主要分幾個階段 去年10月漲到今年年初 最主要是估值的回復 因為他們在去年一整年 大幅下跌之後呢 會有一個估值回復的初期段 那第二段漲就是AI體材 所以第三季財報 大家全部在檢視AI 包括亞馬遜也在檢視AI AWS的部分 那AWS的部分呢 它的擴增不到13% 其實輸給這個谷歌 谷歌也將近20%的一個 這個Google Cloud的成長 那微軟有AZOO有26%的成長 其實AWS的成長不如預期 但是問題是 它的股價卻是在盤後上漲 原因就是因為它的CEO講說 它的未來AI馬上要變現 會帶來數百億美金的營收 法人相信它這一點 或是市場相信它這一點 但這個東西可不可靠 要看後面 嘴巴講而已 憑空說 你要把實際數據拿出來 微軟就已經開始在變現了 Copilot微軟電話會議有講 它已經有100萬全球用戶了 Copilot是要收錢的 是配合微軟的365的 這個作業系統的 Copilot要收錢 它已經有100萬用戶了 所以可見微軟是開始在AI變現 貨幣化了 那當然谷歌這方面就差一點 然後谷歌其實也在急以直追 當然最麻煩是 都沒有在AI上面 很明顯進展的蘋果 所以下禮拜我覺得最大的考驗 我們今天題目就是說 蘋果才是真正的大trouble 會不會蘋果財報發布之後 股價大跌給你看 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看起來它的財報不會太好 營收應該還是繼續衰退 那再加上最近iPhone15 在中國大陸出現首賣4.5%的衰退 以及呢 這個蘋果現在那個Apple Watch 今天最新也有傳出禁令 大家有看到這個消息嗎 那還有就是說 蘋果現在在整個 AI的動作上面看起來是很落後的 比如說在另外還有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Matebook 蘋果的Matebook確實是賣不好 今年大概Matebook衰退30% 這個是應該已經看到的情況 所以他最近發表了一個邀請函 Scarly Fest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目前畫面上 這個是他的邀請函 Scarly Fest Scarly Fest就是說他在10月底 10月31號要發表最新M3晶片用的 這個Matebook Pro 那之前郭明奇有講說 今年蘋果都不會發表新的Matebook了 但現在目前看到 他可能在這方面要趕快集起直追了 就Matebook今年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iPad也賣不好 對不對 那iPhone如果掉下去的話還得了 蘋果一季的營收大概750億美金 iPhone的營收占了550億美金左右 另外Macbook其實占營收大概100億美金 但是上一季從100億美金的營收 掉到只剩下70幾億 所以衰退的幅度30% 這衰退的非常重 為什麼這個Scarly Fest馬上發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就蘋果現在目前也有 這個未來所謂明年是進入到 這個AIPC世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大家明年不管手機也好 或者說這個PC也好 Notebook也好 全部都要卡到AI 就是說這個邊緣運算的東西 都要進入到AI 最新聯想跟輝達合作打造AIPC 你會看到這個也是一個大新聞對不對 還有就是高通也要進入到 AIPC晶片 高通不是發表兩塊晶片嗎 一個是驍龍X-Elite 驍龍X-Elite是專門for PC的AI版 明年就會推出了 現在新發表 另外就發表了一個C6A Generation 3的一個新的晶片 驍龍晶片 這個晶片說也有AI功能 也有帶AI運算 那這兩個晶片呢 蘋果的敵人也來了對不對 所以蘋果現在呢 說財報會被逆風 這個iPhone15 MacBook的問題 這些都是蘋果現在卡到頭痛的地方 所以你說這些股票是不是 現在目前就要切入了 我倒覺得我個人還是會針對其他巨頭 雖然已經跌這麼多 10%一個下跌下修 我還會再觀望一下 主要原因就是 現在目前看到的情勢確實不明 然後呢 蘋果現在說要大追趕AI 他說今年要赤製6.2億買 2000台到3000台AI伺服器 明年的投入要10倍 他要買1.8萬台到2萬台的AI伺服器 這個是市場傳言 那蘋果的深層式AI功能 預計搭載新版Series 明年才會問世 也就是iPhone16 才有AI搭載Series 另外他也在開發自己的深層AI工具 就類似這Chair GTP 叫做AJAX AJAX就是蘋果的GPT 但蘋果確實是落後 所以在這方面就考驗庫克 現在怎麼樣去苦苦追趕的問題 那回到我剛剛講說 其實你可以去觀察這個陸股有幾檔股票 像小米1801在港股掛牌小米 小米呢 最近也要推出小米車 雷军說明年要上市 我覺得小米最近股價也慢慢在動 不要待我們去觀察到 還有中芯國際中芯半導體 最近股價也慢慢在動 我倒是覺得就說港股有些基期 比較低的科技股 似乎開始看到打底的味道 我不敢講他們一定會大漲 但我就覺得香港恒生科技股 有一些打底的味道還蠻明顯 就是說他們經過長年股價的一個下壓 跟股價的低迷之後 基期真的算是低 然後未來美國要把中國整個科技封鎖 那中國要搞自己的整個科技供應鏈 勢必這些科技股不會閒著了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這長線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宏觀情況 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